卡拉OK玩我和我的祖国 哈喽我是阿弥 今天呢我来看我和我的祖国点音场 这部电影呢是30号上映 今天是28号 今天其实是个假日 然后看的人非常多 我看了一下附近的电影院 基本上是每一场都是爆满 찾아 chocolate 尽量的相机 哈喽 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吗 这些宝贝 哈哈哈哈 这一场观影很有意思 是点印最后结束的时候 还问了几个观众 对于这个电影的看法和观感 电影中 让您最感动的一个故事 或情节是哪个 这个让我哭的点 是第一个最大 那个画面是非常正常的 我觉得香港离我们 现在很近嘛 感受到的要比其他地方的人 更多一点 我觉得自从香港回过之后 香港更加繁荣了 那个第三排的大叔 那个阿姨也行 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呢 因为我们是从解放的时候 1940年 那个解放开过大典的时候 就是让您这个历史词课 其实是应该有经历过 是勾起您哪些回忆 这个电影 这个原子弹 那个实验的爆炸 那个成功嘛 他的哥哥参加过三次 原子弹 火轻弹 这个实验 他的哥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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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觉得爱国也是一种很 就是很强大的信仰 就是其实我和我老公都是特别的爱国的 然后也给孩子就就从小输于这个爱国的信仰这样子 然后结束的时候 还有大合唱 放了那个KTV式的 那个字幕然后我们一起合唱 卡拉OK版 我和我的祖母 我和我的祖母 阿米刚看完我和我的祖母的点印 四个字总结 超出预期 整部电影就是从开过大典 原子弹第一爆 女排夺冠 香港回归 北京奥运会 护航阅兵 神舟飞天 七个重大事件当中的小人物说起来 有些当然不算小人物 但基本上都不是这些事件当中的主角 尤其是徐征的女排夺冠 按理来说主角当然应该是郎平 但徐征却把主角变成了一个远在上海的小男孩 而且还打乒乓球 长大后还变成了金哥哥 这和女排夺冠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看 你看你瞎咕瞎咕剪得多好 你瞎咕瞎咕 跟哔哩哔哩 有什么关系 但就是有 所以我们可以从事件之小看出家国之大 好像这70年来 每一个重大的事件都影响着 一个一个小家庭 小个体的生活 虽然整部片子看上去是一个158分钟的超级长片 但其实考验的是导演的短片功力 每个导演平均下来大概20分钟的时长 怎么讲才好看 总体来说管虎猪场的第一幕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张一白故事的结构稍微简单了一点 所以用到了很多试听和迷幻的元素 徐征基本上是完全放开了 我觉得你可以感受出来 他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拍什么 阿明最喜欢的是宁浩跟葛优配合的一角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队入场的时候 姚明牵着来自灾区的英雄小林浩入场那一刻 导演宁浩这一部奥运就很像 这个入场这一刻 他把那一年的荣耀和伤痛放在一起 拍得特别的精彩 而且居然整体效果不尬 让人又笑又哭的 比较魔幻的是在电影放完以后 因为是点音嘛 主办方安排了一次K歌的活动 就是放出了我和我的祖国的MV 以及有滚动的歌词 全场所有人就拿着发的小红旗 在那跟着歌词一句一句的唱 观音体验直接从这儿标到这儿 这部电影阿弥之后会出具体的节目来详细谈一谈 看影评之前还是强烈建议大家去电影院观看 如果能遇到有KTV的场词更好 最后我想说 中国有屁 我们下期见 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关注我 顺便一键三连支持我 我们下期见